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最深情的补玉,梁小生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签字时的那份喜悦 我日夜祈祷的是这回事,真是的 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 避开人我躲在某个地方哭了 那一刻,我最喜欢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人街,已经是1963年了 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 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戒窗 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 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已经有了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五毛二,你留着吧 买粮,美,匹差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 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 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亿本 薄的才一毛几亿本 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出租小人书 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 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 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战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嚎啕大哭 我用头撞墙 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 我觉得我破产了 从阔绰富翁变成了一瓶如洗的穷光弹 我绝望的不想活,想死 我那种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 于是,他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 大眼帽微微歪戴着 上唇留着两撇小胡子 一副格列高丽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母亲带我向他承认错误 带我向他保证 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出租小人书 话说了许多,他烦了 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 不给,我就坐在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 碰得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扬起脸望着母亲 心里一阵难过 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 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另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 并且扯我坐在他身旁 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近近 连看也不看我们 格列高丽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在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黑已经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见黑了 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 像一只冲鞋的独眼 自上而下忽视眈眈地瞪着我们 我和母亲相依相微的身影 被台阶斜着为三折 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 淹在一汪红韵里 我和母亲坐在那儿 已经接近四个小时 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有动过 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 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 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 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 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终于,格列高丽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她,不回答 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格列高丽将我的小人书 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 叔叔,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 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 仰望着格列高丽 清清楚楚地说 缺三本水浒 她笑了 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 故弄道 有喝,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 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格列高丽以将军命令士兵班 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 等在这儿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醉醉地扬起脸望着母亲 格列高丽转身就走 她确实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 对司机大声说 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 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我买的第一本小说是 青年建卫军 一元多钱 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 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 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建卫军 想得整天失魂落魄 无精打财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 我到母亲的工厂 向母亲要钱 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 为了每月27元的收入 又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 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 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 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 低矮的使人感到心里压抑 不足200平方米的厂房 四壁潮湿颓败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 一行行排列着 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 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 因为光线阴暗 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支灯泡 正是酷暑言下 窗不能开 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 和七八十支灯泡所散发的热量 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 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 有的背心肥大 有的背心瘦小 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 暴露出相当一部分 丰满或者干瘪的胸脱 千奇百怪 单绪如同褐色的重物 如同漫漫的雪花 在女人们 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 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 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 都有三个十心的褐色的缘 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 将口罩如湿了 单绪附着在上面 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 臂膀和背心 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 毛茸茸的褐色 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 走到一个角落 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女人 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 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 尾几只灯泡的电热烤着我的脸 妈 背直起来了 我的母亲 转过身来了 我的母亲 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 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的望着我 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 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 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 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掏一兜 掏出一卷毛票 用指尖军烈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探缝纫机 向母亲探过身 喊 大姐 别给 没你这么当妈的 供他们吃 供他们上学 还供他们看闲书啊 又对我喊 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 你忍心抄你妈要钱买书啊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 大声回答那个女人 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 我挺高兴她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 立刻又坐了下去 立刻又弯曲了背 立刻又将头扶在缝纫机板上了 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 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 尽快是一个老女人了 那一刻 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 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 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 应该是一个大人了 并因自己十五岁了 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 而感到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 赚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 我用那一元五角钱 给母亲买了一厅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 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 不是你说买书 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 数落完我 又给我凑足了购买青年禁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 再买任何别的东西 无论为我自己 还是为母亲 从此 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